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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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我们偶尔失去方向的4号方祥瑞 大家好 我是来自艾安音乐社的方祥瑞 然后今天来到这里呢主要是带你 好人对手掌声 万一你是狼人呢 万一你是狼人呢 那就干掉所有好人 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5号 一航 美航 傻傻分不清楚的孙一航 喂 你们的掌声啊 大家好 我是艾安音乐社的孙一航 今天呢反正无论我在哪一边的阵营 我都会拼尽全力 好 加油 接下来是我们艾安音乐社的社长大大 欢迎6号 好 何洛洛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何洛洛 谢谢 我的参赛圈研究师 假如 假如我是狼人 我会干掉所有狼人 啊 对 就是这样 干掉所有狼人 好吧 接下来我们欢迎 Carrie Lee满满的7号 风小狗 大家好 我是熊猫的主播风小狗 那在这里玩游戏的话 希望大家能就是更多积极的发言吧 然后体会到游戏的乐趣就够了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 8号著名的风景博主林沫 好 大家好 我叫木木黑土啊 林沫啊 这两个字很好写啊 然后今天我们的参赛圈是 打倒所有坏人 干掉所有好人 那还剩下谁我想问 哦 哦 好了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9号 现在沉迷于极乐净土的 我们的 十亿 哦 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伊安科的十亿 我想提醒一下 狼人不要跟我怼哦 小心眼 看上这小眼神 最后我们来欢迎我们 同样是我们伊安中学的小可爱了 我们的10号 林佳浩 哦 这是我弟啊 多多关照啊 这是我弟啊 多多关照啊 大家好 我是伊安中学六一班的林佳浩 我的宣言是 一定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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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们游戏场 等我们游戏 等我们游戏 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游戏 热情度都是非常高 而且据我了解的话 我们 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啊 应该是第一次尝试 玩我们这个狼人虾的游戏 我相信 今天有两位高手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一下 说得一塌糊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 我们这个狼人杀的比赛规则 一起来看VCR 狼人杀的规则很简单 选手根据自己的身份牌 分为民和狼两个阵营 狼人每晚可以杀死一个村民 等到把所有村民或神民都杀死了 狼人就获胜了 村民是好人 所以晚上不能杀人 只能在白天大家举手表决 找出狼人并处死 杀死所有狼人 村民就获胜了 为了弥补村民不能杀人的遗憾 他们中间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神民 女巫 在城区中分别有一次机会 可以杀死和救活一个人 机会宝贵 千万别救错咯 猎人 猎人平时跟普通村民没啥区别 但是当他死的时候 可以开枪杀死一个指定的人 这正是死也要拖一个垫背的 预言家 这个就厉害了 预言家每晚可以验证一个人 是狼还是民 当然验出来以后 别人是不是相信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还需要隆重介绍一个重要身份 就是警长 之前不管你是民是狼 都是天注定 但这个身份就不同了 大家可以自由争取 用自己的美貌智慧与才华 让大家都选你做警长吧 这样你不但可以决定发言顺序 最后还比其他人多出半个投票权哦 是不是很厉害很逆天呢 可是注意千万不要让狼当上了警长 不然很容易就全村死光光了 以上就是狼人杀的基本规则 怎么样 是不是简单明了又很刺激 哦 好了 刚刚那个VCR呢 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 我们这个狼人杀的比赛游戏规则了 不过呢我们这个狼人Trible Q呢 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了 因为我们12期的节目呢 会在最后评选出一个游戏王 每一期的时候 我们也会选出一个单场的游戏王 所以说呢我们在每一期的节目 录制过程当中会有非常精彩的这个狼人杀 呈现给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这些观众 所以说呢狼人阵营每获胜一局呢 会积两个积分 那平民阵营呢如果获胜呢 就会积一个积分 所以说为了自己的这个荣誉 我希望每一个选手都能够全力以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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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当季我们这一季的游戏王 会获得一份真的真的是非常棒的礼物 你们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谢谢 我们肯定会期待 一定是我的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会告诉你们 有奖励也会有惩罚对不对 狼人获胜了会有积分奖励 那输的队伍有什么惩罚呢 现在我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 让你们感受一下 三 二 一 走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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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 我吹了两个小时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话不多说 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了 第一轮游戏 接下来游戏 我们欢乐的道具小哥 把我们的身份盘送上来 有我的 我感觉这个地板有真正的 好 接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呢 你们会有三秒钟的时间 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在这三秒钟的时间 你可以看一看对方的表情 也可以观察一下 他们都有哪些小动作 身份都确认好了吗 接下来 我们正式的进入游戏 在正式进入游戏之前呢 我还要提醒 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观众了 如果喜欢我们 礼物可以刷起来 关注可以点起来 现在天黑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你可以验人了 昨晚你验的这个人是 语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昨晚玩家死亡 用解药吗 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猎人 请睁眼 猎人 请闭眼 猎人 请闭眼 天亮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这个警长竞选的环节 请想竞选警长的举手示意告诉我 1号 3号 8号 10号 现在从1号开始发言 1号玩家 这里是一张名机名以上的身份 我不是预言家 然后呢 我上转的目的就很单纯 我如果是第一个发言的话 我就给后志文一点压力 因为我觉得 上转的有 1 3 7 10 是吧 那3 7 10里面肯定有一个预言家 而且我感觉会有狼 然后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然后我就退水了 过 OK 好 下一位 3号 3号这里来的是一张预言家牌 然后昨天晚上查了18号 8号是一个精水凡 然后就是如果后面 如果7号或者10号 如果里面有一个预言家的话 对不起 那里面肯定有一个是狼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有请8号 好 我现在第一局我要公布我的身份 第一局我是个预言家 当天晚上我查了1号 1号他是个狼人 对不对 你笑容很奇怪 然后你 你挑预言家对不对 你抛过去 可是你错了 你挑预言家你抛给我 大错错错 其实我就是一个预言家 你们俩都是狼人 你们信不信 如果今天晚上我死的话 女巫一定要救我 如果她死了 千万不要救她 我话就说到这个地方 我警长这些位置必须给我 他们两个肯定当中 绝对两个人都是狼人 相信我的判断 肯定不行 火腰位满满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10号 我现在自爆身份 我是一个村民 我只想用我的实力 带好人们走向胜利 所以说你们都投我吧 真的 我能带你们走向胜利 我只是个普通的村民 OK 小梦想家 接下来我们其他没有上景的 在心底考虑一下 你们准备把这枚 责任重大的景辉交到谁的手上呢 到手5秒之后 举手示意告诉我 5 4 3 2 1 恭喜8号玩家 获得这枚 谢谢 谢谢 责任重大的景辉 来 友情传递一下 好的 好的 好了 我告诉你 昨晚第一页 我们死去的是6号 来听一听 他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其实 第一轮死掉 其实蛮可惜 但是 我想告诉大家 我是个猎人 对 对 那你为什么 你可以发动技能 对 我可以发动技能 然后但是我先仰述一下 就是 第一轮四个人上景 13 8 10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 影集认定8号是景象 那我们就要相信他 但是 我觉得 现在就是第一轮有两个那个预言家 所以 我不能浪费这技能 所以我想 带走一个人 可以 对 我发动技能 我带走 3号 可以 可以 你还记 这样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真的是预言家 8号做 8号 我觉得8号才是1票 我这里拿的是一个预言家身份 我昨天晚上查8号 他是一个精髓 你还跟我抢预言家身份的话 我觉得你这个村民 也可以不用帮他 局势看来有一点点 啊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请警长来选择一下 发言的顺序 是死者 死者的左边还是右边 死者的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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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右边 这小迷糊啊 他的左边还是右边 他呀 对 他的 他的 这边站着 好的 有请5号 我觉得吧 可能就是那个 展一文 我觉得他就是刚才 就死了 感觉有点愤怒 我感觉有点像是 这个圆家 但是 现在也 无从得知对吧 然后 我觉得杀何洛洛的话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是熟人团 哈哈 哈哈 对 就可能 像什么 8号啊 什么 那个 3号啊 4号这些 对 对 过 好 有请 2号 嗯 我感觉 展一文可能 就是一个 狼人 因为 他的戏 演得比较像 因为他 那个演得太好了 我都看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 可能 3号就是狼人 可能1号也是吧 我比较相信8号 好 有请我们的2号 2号 2号 对 2号 你是神游吗 睡醒了吧 小孩 我 我自己 嗯 还没看出来 还没有看出来 你觉得谁像好人 谁像坏人呢 九号像坏人 九号像坏人 为什么呢 他看上去比较坏对吧 有请我们的1号 1号 1号嗓人家发言 1号嗓人家刚才不好意思 把那个号码牌弄错了 然后我这里说一下 在我这块看 就是这一局好人已经雪崩了 因为已经走两个神了 他8号给我发一个查杀 我在认清自己底牌的情况下 他8号必然是一匹狼 然后走了一个猎人 走了一个真的冤家 现在场上就是女巫 你一定要藏好 就只剩你一个神了 就这一轮我觉得 在目前来看 好人已经雪崩了 这一轮所有的好人 所有的平民 就很简单 赶紧司警徽 看他把警长给谁就完了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狼 警长干掉 不然好人就已经崩 因为场上只剩一个神了 这在我这里 就是一个真的远渣 肯定是一个真的远渣 所以这一轮就出发 OK 我们还有机会 女巫藏好 OK 好 接下来10号 我是比较相信8号的 他说他是预言家 我信 他说1号是狼人 我也信 3号肯定是狼人 他演的真的比较像吗 他演的比较像 如果1号说3号 他是预言家的话 那我怀疑他们两个是同伙 他们两个都是狼人 好就这样过 9号 我想先问一下2号 为什么说我是坏人 不猜的呀 这说明我有可能不是坏人 我是一个铁名 我是一个村民 我也相信8号 因为我每次总觉得 展一文他是演技 比较好一点的 所以我也相信8号 就先跟着8号 这个预言家的警长节奏走 好 我的发言 前面呢 展一文他跟我说 他说他给我发了个金水 他后面他又跟我说 他又给我发了个茶沙 我没发茶沙 对啊 他又说 你说你这个村民 如果要跟我想预言家的话 那你就不用当了 对啊 你在 那你就不用当了 可是我就是一个人家 你怎么给我发金水 所以你就是个猎人 狼人 谢谢啊 你就跟他一起是同伙 1号昨天晚上我查的是你 你就是个狼人 对不对 没事 让他相信我 这一集肯定得票1号 小狗哥就看你了 就是这个 基本规则还是要有 对吧 这一局呢出1号牌 然后你晚上呢 我帮你留一下警徽留 你验一下那张2号牌 然后如果你晚上死了 2号牌是狼人的话呢 你就把警徽给撕掉 如果2号牌是好的呢 你就把警徽给他 这样我们就知道信息了 并且你晚上死了 这个警徽的去向都不知道 所以你验一下那张2号牌 好吧 就是你们认为3号牌是预言家的小伙伴 对吧 你们认3号牌是预言家 张一文 那么3号牌的精髓是谁呢 是不是8号牌 要出8号牌之前 是不是要先出3号牌 因为这个是他验的精髓 连他自己都认8号牌是好人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你们认8号牌是预言家的呢 8号牌是不是比3号身份要高 那是不是出1号查杀 也就是说这8号是出不去的 对吧 你们狼队格式打崩了 而不是好人血崩 是好人大忧好不好 第一天走两狼 猎人呢带走一个汉跳预言家 带走了 然后我们今天出一个查杀牌 然后你去验那张2号牌 如果2号牌是一张好人牌的话呢 那我们外主委再推好不好 这个时候不需要其他神跳出来 因为第一天的话 我们死了一个猎人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以后在玩的时候呢 可以第一天尽量的去救人 女巫尽量第一天救人 因为第一天救人的容错率是最高的 就是你救了一个狼人呢 你可以判断他是不是自己自杀 来分析 但是如果你不救人呢 有十分之三的概率 会刀到猎人或者你自己 你自己又救不了自己对吧 你又不敢乱读 第一天什么信息都不知道 或者是杀到这个预言家牌 就很亏 所以尽量救人 你看第一天就已经 让我们少了一个神 但是我们是大幽局好不好 就是今天先出1号牌 我这里一张平民牌 我铁战边你8号牌 狼队的格式打崩了 就是也不需要去演了好不好 然后你去验那张2号牌 然后其他的话 如果2号牌是一张好人牌的话 我觉得可能9号10号 出最后一匹狼吧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看到2号牌 可能有个小动作 在投票的时候 2号牌好像先是举了一个1号牌 不知道我这个角度看起来的话 像是先举了个1 但是发现有很多人都举8 所以你改成了8 是不是 可能我看的不是很清晰 所以我觉得你像是一张狼人牌 好不好 这边站8号牌 出这张1号牌 过 好 看来大家的分析啊 听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大家心里已经有了 心目中的那个狼人人选 现在5秒钟的时间 再考虑清楚 然后一起告诉我答案 3 4 3 2 1 好 1号玩家有什么话想说呢 就你们觉得3号是狼1号是狼是吧 就全场我们就两个狼的 就没有第三匹狼了是吗 就我觉得吧 首先你们现在是不是有点就是特别特别的就只有一个逻辑 你们想一下 就是这个8号它是不是在演你们对不对 然后我也没什么说的 我就觉得挺遗憾的过来 愤然离席 对 关灯关灯关灯 接下来我们的游戏继续进入第二页 天黑 请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要攻击的玩家 狼人 请闭眼 女巫寓预言家请睁眼 女巫寓预言家请睁眼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天亮 昨天晚上很遗憾 我们的五号 以及我们的九号 离开了我们的游戏 五号有一言 其实我就是一个女巫 然后昨天晚上狼人杀了我 但我用了毒药 我带走了九号 我觉得因为就是 她那个演技 拿到老人牌 她就会 就是会比较结巴 会比较紧张 然后之前 其实二号牌 就是随口一说 然后她就选择了一个 就是比较好 就是突破的一个口 就只像二号牌 就是 而且她解释的时候 也比较结巴 就是这样 瞧瞧世道啊 接下来我来打破一下 这个游戏的规则 因为我是法官 九号 你死了之后 有什么话想说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两个另外 两个人死得太快了 真的 有狼吗 不是 主要是第一轮 愿家就查这一次狼 这样就已经特别危险了 对 我们这一局是我们的 平民和神秘获胜 恭喜你们 主要是第一轮 第一轮 没有 没有 是你跟我一个上去的 愿家怼起来了 不是 当时 当时一号玩家说是九七号和十号上去 那时候我就听不成了 然后七号和十号里面有个愿家 我就没注意到八号是个愿家 然后就丢给他一张精髓牌 结果他上井了 七号没上井 其实我真的很想问展一文 你当时就是丢给他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 丢到准了 我是想的是七号上井了 肯定不能给七号精髓 只能给八号精髓 结果七号没上井 八号上井了 我觉得这个锅必须得我背了 就是我看错了 我以为我第一轮真的是觉得 好像是七号上井 然后八号给我发啥啥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们要崩了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崩了 后面就不好掰了 但是你们狼人为什么不自爆一个呢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你说的很有道理 下次可以爆 然后还想问一下 洛洛 你就第一下就被刀了 然后感觉 采访一下来话筒 就是第一下就被刀 然后我感觉我还都没有 我还批论没了 然后就我这样想 一开始我看到就是他 就是展英文他说 他跟那个八号对调演员家 其实我一开始 其实两个都不是很相信 因为他是领长 所以我们只能跟他 然后我就不是太相信 他就是展英文是老人 然后我就随便带走 结果后来等三号出烟的时候 他就是说就有点过来 就感觉还很委屈那种 然后我就断续他的那个 那最后我们这里 还有一个真的小的福尔摩 所以就凭第六感 二号就觉得九号是坏人 然后九号 你当时内心是什么想法 我真的 当时我看思议那个 你是要跳一段那个极乐清楚 我看思议 当时我看思议的脸都轻了就 不是 你怎么以为我是 那我就不懂了 他不这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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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结巴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表扬一下九号 就是那一轮他找到了女巫 很关键 如果不是女巫独队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白天呼隆一轮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要不是他把我给刷了 我就想推这个七号 推七号 就是把七号给票走 因为七号是 你怎么票我呢 我是院家 我前面我是八号 不是 七号和八 八号 他们来都有什么嫌疑 我想 我想 可是你不行啊 你说到七号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小狗 就是 应该是第一次跟我们小朋友 来玩游戏 感觉怎么样呢 比想象中的要好 比想象中的好 我觉得可能第一局在狼队在配合上 还有一些细节上没有处理好 要不然的话可以打得很精彩 因为在他们的视野里面 可能随便发个八号或者十号 查杀就赌罪了 刚好赌到个预言家 然后就可能胜算就会高很多 而且他们第一天叨到了猎人牌 所以运气一定是很好很好的 说到这儿 我想给一号玩家 还有我们七号玩家 如果给我们这小朋友 这第一局就初次接触游戏的话 打个分数 十分的话你们会给几分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啊 然后听我口令一起告诉我 五 四 三 二 一 八分吧 我觉得第一楼的话 六分吧 六分吧 对 因为我上次他们会越玩越好的 所以说我想把他们的起点 不要定得那么高 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进步的 而且会越来越好 那给八分的理由呢 就我觉得首先游戏是具有娱乐性的 对吧 他们的娱乐性我觉得蛮强的 你看三号牌一上来对吧 就已经进入状态了 一个汗跳的预言家 虽然说发错了 但是他其实是被误导 他以为我 我七号跟十号才是 所以说他其实在主观意识上 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所以娱乐性就已经很强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能打八分 就是不用太追求 怎么样的一个技术水平 因为没有到那个 好的 刚刚两个哥哥也在说 游戏嘛 开心最重要 小朋友们 开不开心 开心 好 那现在 如果不在你边了以后 那现在我就让你们开心一下 刚刚输的狼人阵营准备了 我的天啊 三 二 一 开始 我弄我了 我还要再来一次 我还要再来一次 好的 我的锦会还给我 然后我们快乐的道具小哥 可以把我们的身份牌收上去了 好起来 描一点 描一点 哈哈哈哈 嗯 诶 就可以跳一个 说一次 就跳一个 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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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后来 词乙 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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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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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一局呢 我们是一个 上帝视角 接下来的比赛 我们将进入更加烧脑的 同时角了 接下来我们第二剧游戏 正式开始 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那还是一个画风 怎么一样呢 好紧 这是怎么回事 这道具是什么电影 同样呢 你有三秒钟的时间 先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也可以看一看 你小伙伴们的反应 这些喜欢 身份都确认好了吗 那我们进入游戏 天飞 天飞 地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确认好了没有 确认好了没有 OK 好 狼人请闭眼 欲言家请睁眼 欲言家请验人 你验的人是 你验的人是 欲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割完死的事 使用解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猎人 猎人请睁眼 猎人请睁眼 猎人请闭眼 四号 只有四号 六号 只有四号 六号 好 根据规则可以按照我的想法来选择发言的顺序 所以你们两个要不要来贿赂一下我 需要让六号先发言吧 残忍地拒绝了我 不是 我倒是想听 好的 那你就先发言吧 四号 开始 我这里的一张牌 是 对 这是大家主上胜利的一张神志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真挚的眼神是 对 来个特性 所以如果谁等一下会跳预言家的话 那人肯定就是个狼人 然后我趁这个机会说一下 昨天晚上我查了七号 七号他就是个 好 过 好的 有请我们的六号 刚刚四号说他是预言家 那巧了 我也是预言家 我昨天晚上查的是八号 对 八号是好人 这不是八号 怎么都查了 对 我查了八号 八号是好人 因为他上一局是预言家 他演的就是比较好 所以我查了他 对 他是好人 然后另外我不知道 对 因为第一局 我只能这样说 对 好的 听了两位选民的发言 我相信每一位选手 都有了一个答案了 接下来我数五秒钟 一起把你们心目中的那个警长 用手势告诉我 五 四 三 二 一 我的天 恭喜我们的四号获得警徽 还是一直想当警长的 我一定会带大家组成生意的 然后我选择班警徽留给我旁边的朋友 好 选举完警长之后呢 我要告诉大家 昨天第一晚平安夜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警长规定发言的顺序 对 从我的右边开始了 好 好 刚刚七号 为什么我立 不是 四号 为什么我立体四号呢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他第一个说他是愚言家 然后给到了七号是查杀 但是我是有点半信半疑的 他虽然就感觉他是 他有这个底白 他是有底细说出来这话 但是六号我感觉 他这话有点虚 他说他查了八号 你给的八号是什么 金水还是查杀 好人 金水 对 如果给了八号是金水的话 但是如果那是六号 他说他是愚言家 七号 刚刚那个四号给你的查杀牌 他立体的是六号 就是说我觉得 里面肯定有一个真的愚言家 和一个狼人 可能狼人是你六号 然后七号是他的狼头曼 然后立体六号 因为狼人不可能不上井吧 作为警长是1.5票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如果狼人不上井的话 就得处于劣势的 肯定是六 肯定是其中一个狼人上井的 反正我更愿意相信 四号是愚言家 过 好的 有请我们到二号 我这样看的话 头 我觉得展翼文 就是那个三号他说 四号是愚言家 这个我也很相信 然后呢 那么六号就有个可能是狼 然后呢再分析头六号的 有一个七号八号和十号 七号八号十号里面 有可能有一批到两批了 好的 好 有请我们的一号 一号小安家发言 就是六号你上井的时候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不好 叫我也是个愚言家 就总共只有一个愚言家 你用了这个也字 就特别的不好 所以说这个是你井上说的一个 就这一个字特别呲 然后所以说我把票投给了四号 然后七号小安家的行为吧 就很好理解 因为他是四号的茶茶 他肯定会上票给六号 然后我希望你一会八号你好好发言 我不是针对你啊 就是说因为六号给你发了金水 你投给了六号 就说明你立马就把这杯金水给接了 然后我希望你到时候能好好发言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 就是十号小安家 就感觉那一边和我们这一边的 就行为就特别的不一致 我希望大家都好好聊一聊 多聊一聊 好了过了 好 开心一点 有请我们的十号 我知道你们大多数都信 比较信任的是四号 我们三个投的是六号 你们会觉得很奇怪 以为我们之间会有一两个狼人 但是我真的是个村民 我是比较相信六号说的话 他说的比较真诚 其他我还暂时是没有什么发现 下一个吧 听听别人的意见 好的 九号 我想说的就是我是相信四号的 我投也是投给四号 先是刚说完竞选这个警长的时候 四号是立马就举手气势很高那种 而六号是这样举的很 就是其实很多 对 其实很多 说明我觉得六号七号十号是狼 好的 有请发号 其实刚才六号跑狗精神 我确实是一个村民 但是村民 你们应该想想得到村民 肯定不是普通村民 但是你想一下 普通狼人 如果他第一个 我想的话 但我不确定四号 到底是不是预言家 当然我还是投给六号 因为假如说普通一个狼人的话 他第一个跳预言家的话 别人肯定会相信第一个 而不相信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他更加有说服力 因为他们想如果狼人的话 肯定跳第一个的话 他们肯定会相信这个人是个预言家 但是我不确定 但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 反正我是听了那个六号的精髓的 所以我刚才那票是投给六号 过 好 七号 七号玩家这一轮在六号牌的边 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看的很清楚 我一张平民牌呢 收到了一个茶沙 我是背着一个茶沙 这两个字的 对吧 在我的视野里面 他是正预言家 这个是假的预言家 很简单 那今天的话 全票出这张四号牌 好人看不清楚视野的呢 就是听我说一下 就是不要把我的发言全部遗忘掉 好不好 因为我这里真的是一张平民牌 如果我今天被出了 他们晚上把这个预言家杀掉 对不对 然后他起来 他再随便说一些有的没的 或者他自爆找到了神明 其他的神明直接刀掉 三匹狼在厂商 基本上他们就特别好赢了 因为目前为止的话 只有四号一匹狼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 就是四号牌为什么是一张狼人牌 汉跳预言家呢 因为在我们游戏竞选警长之前 我们上帝他会选择发言顺序 那四号牌的发言是这样子的 我给大家重复一遍 四号牌是这么说的 四号牌说 让六号牌先说吧 我想先听一下 就是他是一个准备起来 模仿预言家的一个汉跳的启示 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所以他想让六号先发言 但是上帝给了他一个 就是一个开玩笑 让他先发言了 他表示就是他自己显得很紧张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发言 所以他前半段的发言 他是这么说的 说我这里是一个 能带大家赢的一个神牌 然后后面才说 那我说一下吧 我昨天晚上查的是七号牌 他是一个这个 对吧 这是他的发言 所以你们看的不清楚 但是我能记得很清楚 他就是一个汉跳狼 他所有做的方式 都是在模仿预言家的发言 而六号牌的发言 就很简单 他验了谁 谁是一张好人牌 他就直接说出来了 对不对 这就 从你们好人事业出发 我就跟你们说这一些 那我不用从这些 小的基本点来出发 因为我接了一张假的查杀 我这里是一张平民牌 所以我可以直接就知道 六号牌就是一张预言家牌 然后其他的神常好 其他神一定要常好 今天出这张四号牌 一定要听我的发言 我真的没有在骗你 我就是一张平民牌 麻烦听六号预言家的验人 好不好 六号预言家你今天晚上验一下 就是那一边的牌 因为那一边的大部分 都是投给四号牌的 并且你可以从二号 三号里面验 比如说你验二号牌 我给你留一下吧 你验一下那张二号牌 为什么呢 因为二号牌是在模仿 三号牌的发言 它有一点滑水的一些嫌疑 所以他可能做成一张狼人牌 他要是好人的话 你明天告诉我们 如果你没死的话 他要是狼人的话 你也明天告诉我们 好不好 先验一下那张二号牌 我今天铁站面六号牌 出这张四号牌 我真的是一个好人牌 过了 好 邀请我们的六号玩家 这样 刚刚就是投票 就是你们都认定是 我是那个狼人是吧 但是我告诉大家 就是我真的是原家 假如你们这一轮把我投了 那估计好人就有点困难 假如你们现在不能确定 可以你们就是第一轮全气票 对吧 我今天可以查四号 或者查二号 对吧 听那个七号发言 七号上次发言 就这样 好的 接下来有请五号玩家 我虽然只是一个平民 但是我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 就是这三个狼是哪三个狼 基本上我据我观察的话 应该就是六七吧 怎么说呢 首先八号玩家那个脸色 都已经要那个滴出水来了 而且他之前投票的时候就是先 就是考虑了一下 然后他觉得看了一下六号 那个玩家的眼神 那我就投六号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可能就是力挺六号 然后还有七号也力挺六号的话 那六号如果是个假的原家 然后这两个就肯定是他的狼同伴 然后这三个肯定是一伙的狼 这样子 过 好的 接下来有请我们警长发言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我最开心呢 像两个人竞选警长呢 我想六号发言的话 主要是因为我 因为我本身就是预言家 所以我想看一下 他肯定 我想看一下另一个是怎么发言的 他一上来就是说他预言家 他肯定就是假的 今天你认为七八号 然后我确定 然后这一局的话 最好先把七号和六号票走一个 所以我的意见是先把七号给票走 不然的话 今晚上我可能会死掉 所以好像旅温也没有解药了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确定的 就是六七肯定是个狼人 两个是狼人 所以这一局肯定要票走一个 然后旅温再晚上独走一个 然后还剩一个狼人的话 就很好 有时就很好赢 对 对 鞋色局还蛮简单的 哈哈 因为我在肯定是这样 我有话说啊 虽然第一夜晚上是一个平安夜 但是白天可能战火 我觉得就有一点点 我相信正在看我们直播的 你呢也感觉非常非常的着急 想帮忙又帮不上忙的感觉 所以说现在我帮你们 谋一个福利 现在我会请我们的导博 给他们每个人会有一个特写 要求是你们把小礼物刷起来 哈哈哈哈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要把你们心目中的 那个狼人人选来告诉给我了 五秒钟的时间考虑清楚 然后一起告诉我 五 四 三 二 一 OK 其他委屈肯定 我们七号玩家先把你的灯灭掉 这个 七号玩家有点委屈 七号玩家有点委屈 就是 这把的话 没关系啊 我是一个平民种人 我希望可以用我的死呢 来让大家回心转意 真的 真的 我真的就是一个平民 跟你们分析了很多 跟你们讲道理 可是你们还是把我给投了 对吧 没关系 我们预言家还在场 那边一个汉跳狼 然后投我票的人呢 有这个 1235 对吧 然后五号牌呢 是铁站边四号牌的 打我们六七八三个人 是三匹狼 那你告诉我 八号牌是六号牌的精髓 在这个板子里面呢 就是狼是特别少的 对吧 他敢给自己的狼队友 发一个精髓真的是冒了特别 特别大的风险 其次呢 八号牌是弃票的 他没有投那张四号牌 就是 我信他是预言家 很简单 因为那边给我个茶沙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哪个是真预言家 所以我跟你讲 因为我认你是好人 因为你是我们预言家 发的精髓 就算你不用怕他们 他们怎么打你是他们的事情 你的底牌就是一个好人牌 不要向他们低头 不要向二势力低头 不用害怕他们 勇敢地举出你那一票 四号牌就是一个狼人牌 对吧 还有十号牌呢 是在我们边的 那十号小玩家 我先不管 你是不是盗勾狼 就是我不管 你是不是一张狼人牌 反正你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就是我这里是一个好人 这里是一个预言家 对吧 我觉得你是能看清楚的 那我觉得这一边的话 一共就只有十号牌一张牌 跟六号牌跟我七号牌 是在一起的 好不好 就很可惜出局了 但是我希望还能赢 因为我只是一个平民牌 还没有那么的影响到其他的局势 好不好 然后你今天晚上的话 可以验一下 就验一下那张二号牌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死的话 可以告诉我们信息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可能追到会的时间 没那么长 可是你看一下八号牌的脸色 我去杀 好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页 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狼人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 预言家 你可以验人了 昨晚 你验的人是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闭眼 女巫 你要使用 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先 像 昨晚 昨晚非常遗憾 我们的六号玩家 离开游戏 灭掉 你胸前的灯 咋地玩自刀啊 我有我的号路啊 我什么想说的 我就这样说 就是我真的是预言家 对 你们上一局就是不相信我 是你们家的同事 对 然后我上一局 我查的是二号 他是个好人 有可能我这样想 上一个晚上 当然 因为他说 就是我说我是预言家 然后他就比较害怕 所以把我倒掉 所以我是这样想的 另外就是 我想女巫先不要跳出来 女巫跳出来的话 就是好人肯定输 欢迎完毕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的警长可以选择 规定我们的发言顺序 从左边 右边 右边 右边开始 好 从我们 死者的右边开始 首先六号刷 是被刀叫的 其实 等一下 有死者右边 有死者 右边 死者的右边 应该是五号 五号 如果我要是 六号玩家的话 他怎么呢 肯定会 让自己剩下的一个同伴 来杀死自己 让别人就是 他相当于这个做法 相当于就是保了八号吧 就保了八号 然后就这样八号 就是可以 站好人这一边 然后就可以暗中干掉 但是 不好意思 你这个发言真的 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对 发言完毕 过 其实本支游戏已经结束了 昨天晚上我是查了八号 八号就是一个狼人 所以这一句投他的话 游戏已经赢了 过了 好 那就听你讲的 今天跳八 然后六号 我想回一下你那个说法 首先你说你是愿员家 然后被狼刀死的 首先我以前玩狼的时候 我以前玩狼的时候 也是喜欢这么玩 就把自己说成愿员家 然后第二个晚上 让狼人们把我弄死 弄死之后 我是真的愿员家了 然后他们就会信我把精髓 就特别 就特别信我的那个精髓那个人 所以说 你这个套路我已经见惯了 所以说在我这儿没用 过 下一位 现在就一匹狼了 就是八号 要是 所以今天一定要票八号 要是有人不信的话 反正女巫可以把八号给堵死 好的 一号小人 一号小人家 这一轮死路是这样的 前面就是 咱们先别着急 其实这一轮好人很好赢 如果说四号是一个真的愿员家 好人是不是很好赢 但是上一轮 六号毕竟倒在夜里了 我想尊重一下死者 就是已经没有解药 而且很有可能 他七号狼队友已经倒的情况下 他上一轮再次倒的话 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收益了 所以说这一轮我是怎么想的 我希望的是 我们先把就是四号警长给他杀了 因为就算他是一个真的冤家 我们也很好赢 你先听我的一个逻辑 对不对 就那块可能是两匹已经走的狼了 对不对 场面上最 如果说你认四号是一个真的冤家 场面上是不是顶多剩一匹狼 我们好人是不是很好赢 但是如果说就是六号是一个真的冤家 我刚才不跟你分析了吗 他上一轮再次倒就也没有解药了 就没有收益了 而且场上只剩他一个狼队友了 所以说我建议啊 这一轮我们先把就是四号警长给杀了 不是说你不是真的冤家 但是就是把你杀了我要打平衡 就好人很好赢的 但是我不希望就是 我们如果是万一是从头摸到黑就不好 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我希望这一轮 然后我说一下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就是那一圈下来 所有都是认名的 就场上除了四号和六号 就肯定有一狼一冤家 就现在全场没有另外两个神 然后过了 好 我们的十号玩家 我是否定一号玩家的说法 我现在反应过来 四号不是狼人 狼人是另有其人 厂上的狼人 我觉得应该已经死掉两个了 六号是狼人 七号是狼人 现在我觉得这一天 咱们把八号给票掉 四号不要票他 把八号票掉 好 九号玩家 我还是挺四号 相信四号 因为他查了八号是查杀牌 所以就先把八给票 然后还有一号说 说的就是五号 他说是村民 然后七号说他是村民 他也说他是村民 我也是个村民 他们 这还用说吗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村民 发言完毕 对 好 接下来我们场上 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八号你的发言尤为重要了 请开始 你们有没有想过 现在场上 可能不只是剩下一只狼 他们三个当中 可能有四号跟五号 我两个人在这对挑 然后挑我们七八六三个平民 然后来杀 杀我们三个平民 现在杀到最后 我就是反正我就是 最后终于就一个平民 他们两个在这 叫啥 不要干扰他们 OK 一个是我 真的冤家到现在没有死 但是 为什么他一个跳的冤家 他就死了 你们相信他是个院前面 五号他一直在这儿怼我们 然后他们两个人 还要加 他们把他们 四号跟五号 把三号节奏带好了之后 把一二十九 节奏全部带到我头上来了 可以 所以你们这就可以投我 但是如果游戏还在继续的话 那你们就随便找人吧 OK 现在我们的游戏 似乎是进入了一个分水岭了 接下来五秒钟的考虑时间 到底谁是狼人呢 五 四 三 二 一 游戏结束吧 游戏结束 结束 8号 请你灭掉你胸前的灯 然后我要很开心地告诉大家 我们的游戏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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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死了 等一下我有话说 没有错 林默 我刚刚真的是难得看到你小 那种真挚的眼神投向我这边 你刚刚什么感受 没有 我好结合 有种种感情吗 就是 感觉这一刻全世界都在跟我做对 你知道吗 除了他们两个在你的地上 我好委屈 你知道吗 前面说我家8号是狼人 我在那 怎么会是 我就说 第一刻开始我就知道 他就能泡个心水 我觉得我就是个狼人了 我好委屈 他就开始了 不是 很开心 他们都说话终于看 赖戳 嘿 尊重一下我 好吧 好的 我们狼人阵营里面 有一个伪装预言家的 是谁 你刚让我来我就预言家 我就可以直接 就演得更加 他其实很才壮一些 还壮一些 等一下谁伪装了预言家 然后你是什么感受 为什么会想到这招 因为 因为第一个狼人 肯定要跳预言家 不可能跳女巫 你不在这吗 女巫是 女巫是很少出来的 所以第一轮肯定要跳预言家 不跳的话 就是狼人有点吃亏 好的 你让我跳 我竟然无法反驳 然后刚刚我看到1号玩家 你差一点把方向 不是 我就是为了帮他们一下 就是我说一下 你6号你上去 我不给你找到一个吗 还有你警察你就踩死他 你就不要想着再验子了 如果你就把自己 当成一个真的冤家玩儿 你不可能再去验 就是你那也是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逻辑上的 就把自己撩本了 其实也就有学习的过程了 我们的7号 感觉怎么样 感觉被称队了 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想哭吗 应该验我这个没办法 因为大家觉得验我是个查杀 那可能就行了 而且其次狼队的套路 打得是蛮好的制刀 对吧 因为女巫是有视野的 女巫知道第一天是4号死了 然后没有解药了 所以女巫可以去评判 所以是没有毛病的 只是说8号玩家 在7号的时候聊爆了 因为8号玩家说 6 7 8 3个都是平民 曾艺人家没出来 恋人是谁 就是艺人家就只有这两个 所以你只能认他是 曾艺人家走的 所以可能一定要亏 OK 首先请我们 那个欢乐的道具小哥 把我们身份排说上去 然后呢 恋人是谁啊 天大开好抢镜 恋人是谁啊刚才 恋人是谁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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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发现我们的2号玩家 虽然年纪应该是最小的 然后他的直觉都会很准的 你们发现没有 第6点 我发现10号小玩家 特别的就厉害 对他们的第6感觉 真的是超强的 对对对对对 我发现他们到现在为止 没拿过狼人会 人家的原因 为什么 是这样 我想采访一下 首先采访一下2号 你觉得下一局 谁会是狼人 我们来看一下 我会是狼人 搞事情了 那10号玩家 你觉得谁会是拿到狼人牌 狼人牌的话是 1 我觉得会是 1 2 3 3个 6 6 8 6 6 6 34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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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浩真的很呆磨 确定一下了 最后确定一下 看你这个第六感到底准不准 不要了 我了 谢谢 三四五吧 好 三四五 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 我们的道具小哥 现在又到了你舞蹈的时间了 我们要不要掌声有请他 小哥 掌声 不是一个评价评 对了 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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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吓血了 不是 你们 我觉得五号和三号你们提醒我 我差一点忘了他们有惩罚 我觉得八号拿到冤家和拿到狼的状态 就是特别的明显 特别明显 对 感觉都写脸了 不要紧张 对 八号 三号是演技派的 特别是 演技派 他们在 要不要给他们一个犀利的演奏 很凶呢 这犀利不是痴呆好吗 好 这个是帅的了 帅的了 好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我的天啊 又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他从我这边走过还说一句谢谢 我为什么用我的队友 好 一定要三秒钟的时间 我们的所有玩家可以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以及来观察一下你的队友 他们有哪些小动作 好险的 对 这些 好 那在此之前呢 也别忘了上一局我们牺牲的战友们 把你们的台灯给复原咯 两灯 啊 我要两灯吗 复活了 我可能第一个就被倒露了 我的气氛好不容易跟到这里 你又让我破功 好 太好了吧 好了 等一下啊 OK 你们都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对不对 好 这一局同样呢是一个 巨人家加油哦 加油 加油 不要闹 我情绪很难控制 好不好 等一下 我们的法官有一点 法官笑点有点低 可能会得老子 太害怕了 好 游戏继续 天黑 闭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寓言家 请睁眼 寓言家 请闭眼 昨晚你宴的人是 寓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猎人 请睁眼 猎人 请闭眼 猎人 请闭眼 猎人 请闭眼 天 闭眼 好 灭火了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这个警长竞选的环节 首先要竞选的请举手示意告诉我们 4号 3号 5号 以及我们的6号 OK 现在从 笑一个 5号开始 我吗 等一下 我这是笑一个 笑一个 等一下 我必须把我身边的这个可能还没有吃药的人先搞定 从你开始发言 OK 其实我就是一个预言家 本来我不想这么早跳的 但是昨天晚上第一晚 我验了1号有惊喜 他是个狼人 我 如果还有预言家跳出来的话 还有预言家跳出来的话 那么你就是1号的同伴 也是一个狼人 我就把话撂在这了 天哪 第一局发言就这么激烈 有请我们的3号 3号就是老百姓一个一觉十二天亮都不会醒的睡眠倍棒的那种 就是这一把我拿的是一个老百姓 但是就想发一下言 他首先5号他说他是预言家 给了1号他是给了一个长沙牌 如果看6号怎么说 如果6号说他也是个预言家的话 就看他的发言 过 我退选 好的 接下来有请我身边的 对 我真的是预言家 真的 你们这样想 我上一局是狼人 这一局肯定不可能是狼人 万一呢 对不对 没有万一是吧 你们就说相不相信我 我昨天验的是3号 他是好人 因为除狼人有万一的 他发言 因为我发言 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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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他发言 对 你就说你是不是好人 我是好人 对 那不就好了吗 所以你们要相信我 好 对吧 OK 翻译完毕 但是只有20%我相信 但是除了狼人以外 其实不投我也可以 就是可以投3号 可以推他上 你只要是好人就行 狼人出来了 不能拉狼人 好 接下来的时间 同样我们没有上井的各位 就有一个考虑的时间了 想推举谁当井长呢 5秒钟 5秒钟的时间考虑 我推水了 5 4 3 2 1 恭喜我们的6号玩家 谢谢 谢谢 有什么想说的 就这样吧 其实我真的是预言家 对 刚刚5号跳预言家 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狼人 有可能他是闷了1号 他说随便说 他有可能把1号陷害成坏人 就是陷害成狼人 对 我是这个逻辑 这个获奖宣言有点短 好 接下来我要告诉我们 场上所有的玩家 昨天晚上是平安夜 接下来营长确定发言顺序 从右 好 孙一航 那我这里就有话说了 首先刚才我看见1号投票 投的是6号 那你跟他是不是就是一伙的呢 是 那你们两个很有可能就是狼人 好 4号玩家 我感觉有点懵 我感觉可能 想不出来什么 可能也有可能是一伙的 所以 但是我投的是6号 所以我暂时还是相信6号吧 感觉芳芳在我们摄影棚里 又失去了方向 好 3号 首先这里我要仿博一下6号的观点 他说我是好人牌 对 我是好人牌 但是我先说了 我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又是个老百姓 同意一觉睡到天亮的那种 睡眠背儿棒 然后呢就是 然后你就 然后听到我说这句话 好 你马上递给我一张精神牌 我搞不懂你是什么东西 反正我现在信的是5号 反正1号 然后在刚刚投形象的时候 投给了6号 反正我觉得这一把就把6号给出出去 虽然它是形状 但是我还是信5号的 首先我主要是 主要是因为那一点 我一说我是平民 还马上又把精神递了过来 我不懂什么意思 过 好的 2号 危险啊 我感觉这句话 人家可能会输 你这个鞋45度的视角 真的很可爱 说完了吗 我比较相信你6号 你快来预言一下 哪个是狼人 就投谁了 对 他是狼人 好吧 我们就投1号 好 那1号你的发言 就真的是非常重要了 我们来听一下 首先我说一下 因为我在看清 我自己底牌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把真的 冤家肯定是6号 因为5号给我发了一个查杀 他必然是一匹狼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我还找出了一匹狼 那就是你2号 你2号前后逻辑特别的矛盾 我如果是狼的话 那你就说你相信6号 你的左右的逻辑 就是特别的尴尬 就你把你自己 就摆在了一个公共狼坑的 一个位置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3号的发言 就给我的感觉 就是特别的 就肯定是个好人 就特别的正气 而且他分析的特别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相信我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相信6号 然后7号吧 我觉得像一张老百姓牌 因为他拿下来面具的时候 就感觉 确实是晚上没睁过眼 就那个感觉 那个状态 上一张百姓牌 然后别的就是从 我刚才说的我都说了 就5 6 3 2 就我先 4号我觉得就是 有点滑水给我的感觉 然后我这 我再看清自己底牌 就这一轮 我肯定是无脑站边6号的 就是初五就这么简单地做 好的 10号玩家 2号他是一个好人 你1号是把狼人这张牌 推到2号身上的 实际上你应该是一张狼人牌 你投了6号 跟我们大家差不多 是因为你想 你想投6号 让我们以为 实际上你是个好人 5号也是个狼 5号是个狼 他跟6号竞争 说的是预言家 但是我认为 6号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预言家 他说的都是正确的 当初在5号 说他是预言家的时候 4号露出了一丝眼神 而且笑容特别的诡异 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 所以我的认为是 1号 4号 5号 他们三位是狼人 其他人是好人 好 9号玩家 我是相信5号的 5号是挺他的 我相信1号是狼人 他刚才说的那么多 说预言家 预言家给了他一个茶茶牌 他泛泛拉牌 说他不是狼人 这个套路上次 我记得已经用过了 所以很明确你就是狼人 我 好 我先发言 我觉得这场的狼人 应该是136 怎么说呢 他们其实有一个 特别玩了好的套路 首先5号给1号发茶茶牌 报了 报了 OK 进入 天黑环节 天黑 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选择攻击的对象 狼人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验人 女巫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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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请睁眼 是否使用毒药 亮了 昨夜5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同时呢我们的7号玩家 也离开了游戏 请两位先灭掉灯 好 请7号玩家发表遗言 没关系 这把应该是赢了 然后你昨天晚上验的谁 你待会告诉大家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张预言家牌 然后3号牌呢 是第一天的饮水牌 你第一天死了 我把你救起来的 然后5号牌是我毒的 5号牌是我毒的 就这么简单 我这里是女巫 女巫站边6号牌 女巫站边6号牌 8号牌你的状态 是一个好人牌 麻烦你不要打 1 3 6是狼了好不好 这个板子明显是狼采狼的板子 因为5号牌做的戏太足了 就是他从第一天睁眼之后 就一直很嗨的一种状态 对吧 他做的戏做的太足了 你反而更像一张狼人牌 其次6号牌给3号牌发精水 3号牌那个行为 反而做好了6号牌的身份 就你起来反水 就你觉得6号牌不像一个预言家牌 反而做好了他的身份 所以我觉得你是我的饮水 好不好 你听我一句话 是我救了你 麻烦你站6号牌的边 然后如果你验了好人的话 就外之未推 好不好 因为你昨天没有留一下你的警徽 你要验谁 还好你没死 然后验人推人 验人推人 验人推人就好了 猎人藏好 女巫走了欧巴5号堵了 过 那我觉得吧 哎 没有声音 你没有 你没有遗言了 喂 你没遗言 你没有遗言 你没有遗言 你会堵死的 对你没有遗言 应该我也没有遗言 第二天开始都没有 以后 4号玩家 我感觉目前这个形势 可能狼人可能在2号 这边的话可能是2号 有点可疑 然后感觉8号之一也有点像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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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损坏我们的道具好吗 9号跟2号是我目前的 因为我只是个 没有什么季篮这一句 所以就过吧 好的 3号玩家 哦 那个刚刚说了 我3号玩家 我是7号玩家的一个饮水 所以说我还是信他的 我这次我上6号别 然后 4号开始就是 先给我想一下 为什么你会觉得2号和9号是 狼人物 这又特别荒唐 为什么 这游戏是靠一个逻辑思维能力 推理能力的 你说你觉得 我觉得你倒是像个狼人 在把自己的身份往外面推 就推给别人 然后保自己的地位 所以说 我现在有点怀疑你 4号 而且之前发言里面 你基本上都在划水 我有点怀疑你 我 2号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4号 你为什么怀疑我和9号是狼人 而且你有证据吗 然后我怀疑 4号就可能是狼人 然后我建议6号预言家 今天晚上可以咽下4号是不是狼人 好的 我再帮你问一句 你 说别人是坏人 你良心不会痛吗 我猜 好了 10号 我认为5号是狼人 还有4号也是狼人 5号绝对是指导 他绝对是指导 4号 我同意3号的看法 他4号 他说的特别荒唐 2号和9号 他们是狼人 你有证据吗 2号 他就是思维比较混乱 就因为这一点 你就说他是狼人 你觉得合理吗 然后9号 这局游戏开始 他一直都基本上没太多说话 特别乖 你觉得他是狼人吗 我觉得就是你 1号已经自爆了是吧 所以剩下的一个狼人就是你 这人只剩下一个狼人 就是4号 这局把他票了我们就赢了 OK 如果没票 乖吧 11 4号 就是狼 我就是个平民 你为什么要说我是狼狼人 你有什么依据可以说 你每次在发言的时候 都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走的 而你自己却 又结巴了 你自己却一点想说都没有 所以4号肯定是狼人 8号 我最开始我被孙一航带走了 其实最开始我是相信他的 他是个狼人 但是后来我听了 7号 7号发言之后呢 我就觉得5号好像是有点自爆 而且1号他自爆有点嫌疑的是 他是想保住6号和5号发言 但是5号死了 但我听他们说自爆的话 他5号肯定就是狼人 1号和5号就是狼人 然后你们都说4号 那我也说4号吧 现在我脑子有点糊涂了 我看出来了自己8号 前一个是几号还不确定 好了 6号 就是我想说一下我的思路 就是我的思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1号刚刚推我是选警长 然后我一开始是没有怀疑他 但是他自爆了 所以他是那个狼人 但是他刚刚推我 但是没有去选5号 我觉得5号也是狼人 所以现在场上还有一个狼人 一个狼人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嫌疑应该是4号 假如不是4号 我们这一轮先投4号 假如不是4号的话 我们就投9号 先验一下 我第一轮验的是3号 2号 投9号差不多 我第一轮验的是3号 他是好人 然后第二轮验的是5号 他是狼人 就这样 然后我现在能确定8号是好人 所以8号已经把1号说分了 我 我想 所以我们这一轮先投4号 假如游戏还没结束 我们再投9号 你先 你晚上先验一个人 先验我 拜托 这是发言 不是讨论好吗 然后我今天晚上验2号 或者验9号 没有今天晚上了 4号就是狼人 他不是我给你们磕头 请你们尊重一下 我这里还有一个人 11个人 OK 然后 好了 我想留个景时 对 假如我死 我传给3号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 把你们心目中的那个狼人人选 考虑5秒之后 告诉我不用这么激动 倒数5秒 5 4 3 2 1 4号玩家 请你灭掉你的灯 然后我要告诉你们 游戏 结束 我们的心力活着 谢谢大家 这样啊 是 请你 是这样 免得我们聊着聊着 我又忘了 首先我们让这三匹狼 先接受一下惩罚好不好 好 麻烦说一下 好了 我一直想问一下 我旁边的5号 你刚刚是怎么想到 你那个战术 就先入围组啊 就是先说得比较有底气 真言说下话 然后大家都会信你了 然后呢 你最 你的兄弟啊 8号 我最相信你 对啊 感谢你 你相信了 为什么 他也不是他演得太烂了 你看见哪个字 良心不会痛吗 你看看哪个字 良心不会痛吗 好 我再想问一下 10号和2号 你们发现没有 他每次 从我们这一期节目一开始 他们 选的人都是很准的人 10号跟他一轮就帮我们 帮我们 10号第一轮就裸点三郎了 我觉得 他们两个就是我们游戏中的 那种育人家 10号里的面具是不是有个孔啊 来来 我看你说 他到我们了 可以检查的 别人说 可以检查 你检查 大家又不是喝了什么 就穿了个袋子 然后我觉得 我们这一局游戏 真的是奇乐怪了 大家的刀和推都很准很准 不是 其实我 到我那个位置 我就已经知道7号肯定是女巫了 就前面这一轮发言下来 就是 就听他们的发言 就能知道 就剩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就等8说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知道7肯定是女巫 但我不知道8是猎人 就是 但怎么说呢 我们这边配合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我们这边配合还是有点问题 我觉得 本来我是想那个 我要跟男人 就是让你那个反驳我 然后 我是得反驳 我肯定得反驳 对 然后他们信你 然后就是他们把我杀了 然后你就可以但真的预言家拉鞭 然后就悄悄的一个一个干掉 然后你突然自爆 我就有点蒙鸡了 好了 我知道 你5号是真的是史上这个装 预言家装的最像的一批了 但你骗了两个人 对啊 两个人 不是 等他们全部死完的时候 只剩我一个 不是 找10号太刚了你知道吗 就我刚说完 对啊 10号太刚了 对啊 我觉得我的逻辑也没问题 你知道吧 6号肯定你也相信我是个好人 对不对 走到10号里面 1号必死 4号哇 2个同伴都离开游戏 他咔咔咔咔咔 对啊 两个同伴相信离开游戏 他们不是我 成为大家的靶子的方方 你有什么感受呢 对啊 我当时非常 打水啊你 这个游戏未拍狼 我当时当我发言的时候 我都好想打 狼人带必须得一发 你其实你可以就是 当时我说2号跟9号 我就不知道怎么说的 我当时语无伦次的 然后就被我抓住了 第一局的时候狼人刀的是你 对啊 你被救我 因为刚刚我们的气氛 都非常祥和对不对 我就要来给你们搞点事情啊 我们的女巫是7号 她为了救你 考虑了很久很久 你要不要质问她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要考虑 会不会你是一个制刀狼 但是我想了一下 应该大家可能打得 会比较简单一点 可能就是只是刀狼人之外的人 所以我就把你救了 然后第二天就把5号给赌了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牌 然后6号牌给你发金水的状态 会比5号给1号发茶茶好很多很多 所以我认你们两一定是好人 然后你是真预言家就赌了 但是你以后不要去验 那个对跳的预言家 他跟你对跳 他就一定是狼人 我说过一次就对了 对 他就一定是狼人 因为平民不会跟你抢警徽 平民 你试想 你要是一张平民牌 你会去抢警徽吗 对吧 换位思考一下 就知道了 所以浪费了一个页人 好了 感谢我们小狗老师大奖汤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 有说过我们每一次的节目呢 会评选出一个游戏王 对不对 平民获胜即1分 狼人获胜即2分 那么整个一季会评选出这一季的游戏王 接下来我将要宣布我们本期的游戏王 你们觉得会是谁 应该不是我吧 应该是我吧 我觉得 我对面的 1 2 应该是2和10 我觉得10号吧 2和10呢 对 2和10 他们基本上就是每次都特别准 每次都赢了都 对 他们每次都赢了都 那我们就来 先揭晓一个吧 2号是我们的本期的游戏王 还有一个你们刚刚都猜错了 林沫 还有没有 我死了一次 6号 5号 4号 我才得意 好了 我来告诉大家 2号和8号 现在我们掌声欢迎两位游戏王 到我们的舞台正中央 是我吗 我是我吗 你猜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猜一下 什么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游戏王 我脑子真的很聪明 这点我是承认的 你脑子很聪明 我也承认啊 敢不敢走上来 回到座位上 2号10号 掌声欢迎两位 来来来两位小朋友 到我们舞台的正中央 非常帅 从2号开始 要不要给大家来说点什么 我 对 站到我们舞台最中心了 我 不需要说什么 不需要说什么 就是已经蒙了对吗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得到一个床的 要这样 我今天得到这个奖项 我要感谢 我感谢所有人 没有跟我狼的这个身份牌 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 玩狼人肯定就会出 对 真的是为什么到那个牌的原因 我觉得是我这个人运气好 虽然我全身都在神游 不是 你相信那个 你确定那个哥哥就是能够代表你发言吗 其实他说不能代表他发言 差点 好了 首先是恭喜你 那10号小朋友有什么想说的 首先 我要感谢大家 第二 我要感谢我的第六感 才能让我 得到今天的游戏王 谢谢大家 好尴尬 第六感 不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这次杂志 除了拼命什么都没当过 可能就是 老天的安排吧 好 就跟你每一局都猜对了一样 你觉得呢 好吧 好吧 回头做一下 来 其实我想说 当我拿到狼人这张牌的时候 我的心中 当时就在想 活着就好 我拿到狼人这张牌的时候 我想的是 没有 当然是 算了别忘了 我自爆吧 不是 你们 OK 活着就好 好了 你们刚刚这么热烈的讨论 其实我想跟我们的现场导演 来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给一个手势给我了 就是 我们游戏王出来了 是不是没有得到游戏王的人 是要接受惩罚的 你是不是太多分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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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145 刚刚我们上一局也惩罚了 所以说 刚刚导演跟我说 她的恶趣味告诉我 是这个 那你们接受惩罚吧 没有啊 我的天 好了 你不是大可爱的 好了 看 大家来到了 这天空 看 这是大海 那 是我们的家 林茉莉疯了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狼人TRIBLE Q的这个节目呢 就在非常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 就结束了 那 要提醒各位的呢 如果就是喜欢我们的直播的要点击我们 关注我们 然后多送小礼物 那么下周五 我们八点钟 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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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呀 快点跳个舞 你是真的要跳舞吗